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霈 趕快來歡迎今天要參加 明星親子料理PK賽的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阿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布 再來歡迎的是 對小孩子真的非常有一套 歡迎小可 大家好 我是小可姐姐 為什麼變小可姐姐 不是小可媽媽嗎 小可媽媽吧 對啊 我小朋友都很像這樣 你知道小可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他今天一進攝影棚之後 就一直在跟小朋友碎碎唸 碎碎唸到小朋友就心想說 不要 小可姐姐不要跟我講話 她人生不能沒有聽眾的 真的 今天他們是很重要的評審團 我現在是說拉票的啥啥 真的 不過由於 我們必須要介紹營養的成分 所以我們歡迎我們的營養師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還好我沒站在小可旁邊 為什麼 比較安靜一點 不過我們節目當中 其實有四位很可愛的小朋友 除了待會兒要幫我們當評審之外 其實他們今天還有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幫兩位當小幫手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 我們這一集的小幫手 歡迎Jasmine 歡迎Ryan 歡迎Roy 以及Rachel 好 小幫手的功用是什麼呢 待會兒會幫大家拿菜 譬如說現在小朋友四五歲嘛 爸爸媽媽平常在家裡 也可以訓練小朋友說認識菜 對 所以呢我們對面其實有擺了 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所以如果你們需要它的話 就可以請小朋友去幫忙 好的 好的 好 那問一下阿布 因為你的女兒雖然才9個月 但你有沒有訓練你女兒 在吃東西的時候 跟你要有一些互動 像小可就是從小訓練她 她小朋友跟她互動 我跟小朋友的互動 其實都是在玩樂 就是比如說最近她開始會 在地上爬著追我 所以我就在地上跟著爬 我爬 追她 然後就在客廳這樣爬來過去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好累 超累的 超累的 因為才9個月大而已 然後吃東西方面 其實最近才開始在訓練她 讓她自己吃 我以前就看過很多網路上的影片 人家就說把食物放好 給小朋友自己抓自己吃 結果上次我老婆要出門 她先把副食品準備好 然後就叫我餵她 我想說這副食品 就給她自己吃嘛 我就把椅子放好 我還把手機架好 然後她的圍兜兜也弄好了 然後就把副食品弄給她吃 可是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好 結果後來變怎樣 就是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爆炸 所以那是你唯一一次 讓你女兒去接觸食物是不是 那是目前 對 第一次 對 後來我就不會再有 我就要請教這位有經驗的媽媽 通常小朋友都要到幾歲 才可以讓她接觸食物 當初其實真的很希望 她可以趕快接觸 可是我覺得 父母親越在意髒亂 小朋友越沒辦法學習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式 什麼 因為我們叫養狗 所以在小朋友在吃飯的時候 狗狗就放出來 地上超乾淨的 這張好耶 這是副食品很天然 而且就是米 水果 然後青菜 蔬菜 而且一人吃三人保 你家都不用買掃地雞 完全不用 對 就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讓小朋友玩 就是父母親必須要先 捨棄掉髒亂這一塊 對 然後還有我 因為我現在小朋友是比較大了 所以在吃東西方面 我就可能會在 會用一種誘拐的方式 讓她去吃她不喜歡的 然後可是我真的遇到過 小朋友很討厭吃的東西 就是香菇 香菇 香菇 真的嗎 因為香菇很愛吃 因為香菇很... 有那個香菇地 它很難咬 所以有些小朋友咬不下去的時候 他就覺得寒一寒 就把它吐掉了 然後有些小朋友是真的 完全不喜歡這個味道 他寧願不碰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用什麼方式 因為金針菇跟杏鮑菇 他們都願意吃 因為小 而且杏鮑菇比較沒有那個味道 對 但香菇味道比較重的時候 我就想說可以熬湯 然後我就從小跟他講說 那個就是湯匙 就大的香菇就很像湯匙 對 大香菇像糖 對 然後就給它吃的時候 就放一個大香菇在它的碗裡面 然後就說那個就是你的湯匙 然後你要用那個把湯喝掉 可是永遠都發現 碗上面就真的剩下一朵香菇 蛤 他沒有吃啊 他沒有吃 他就說 我就說你為什麼不把香菇吃掉 他就說媽媽 有誰吃飯把湯匙吃下去 蛤 這說的也是啊 聰明喔 我知道 是聰明的 不過剛剛小可有提到香菇 其實我們要來看一則新聞 也是跟膳食纖維有關 聽說有一位上班族的女生 她平常三餐都吃便利商店的素食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她竟然便秘了三週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撕開包裝袋 微波加熱三分鐘 熱騰騰意大利麵立刻上桌 不止午餐 晚餐來喝三角飯糰 早餐吃麵包打發 一天三餐都靠超商 小心吃出嚴重便秘 這些東西她常常 她的纖維的量並不夠 青菜的量並不夠 如果這邊排不出來 那她分辨就像我們水溝一樣 會越堆越多 一位二十歲粉領族 就是這樣吃出腸胃問題 意思說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 排便都算正常 這位小姐連續三週不順暢 廢淨物開始產生毒素 嚴重導致大腸癌 就是說常常就是因為 有些是用腹痛來表現 有些是用腹脹來表現 醫師說改善便秘 最好多吃蔬菜水果 每天膳食纖維攝取量 大約25公克 喝水超過2000cc 超商食品不適合天天吃 貪圖方便 可能賠上健康 這段新聞 余瑞和欣宇台北傳播到 就是說如果你上廁所 扁扁有點不順的話 其實要多補充膳食纖維 那剛剛也有提到了 這個補充膳食纖維當中 香菇有很多膳食纖維 到底香菇有什麼營養成分 是這麼重要 其實香菇 它在所有的蔬菜裡面 來比較的話 它算是膳食纖維非常高 那到底有多高呢 如果一般的蔬菜的話 我們一般覺得 像菠菜 季然菜 一碗的話 大概是1到2克的膳食纖維 但是香菇一整碗的話 100克 大概有4克的膳食纖維 所以是一般蔬菜的 大概接近4倍以上 有4倍這麼多 真的是小看香菇了 而且剛剛小可有提到那個頭 其實你就是把它剪掉 也沒有關係 因為所謂的它的圓圓的地方 其實它是比較好入口的 那個膳食纖維也非常的高 可是香菇 我們在市面上有兩種 一種是乾的 然後還有鮮香菇 營養成分有不一樣嗎 略有不同 如果說你是屬於 像你買到是乾香菇的話 就曬過太陽陽光的那一種 它裡面的維生素D會增加 我以為說 只有人去曬太陽 才會有維生素D 香菇也會 香菇也會 然後我們就把所有菜都拿去曬就好了 會爛掉 就可以嗎 而且香菇的轉換率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是乾香菇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適合小朋友成長中發育的一些 青少年 青少女 如果是一般的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平常在吃的話 其實乾跟濕都可以 老人家我建議吃濕一點 因為它比較好入口 了解 對 香菇本身它除了膳食纖維 其實它非常豐富的蛋白質 就是在蔬菜裡面 它蛋白質算還滿高的 蛋白質我都以為只有肉類才會有 對啊 但是豆類怎麼會有蛋白質 它是在蔬菜裡面算蛋白質高 那它適合比如說 像有些人從小可能家裡是吃素的 比較養生的 或甚至於像有些 比如你要減肥的 減肥的話 我們不是要希望蛋白質提高嗎 那除了一般的 我們知道的肉 蛋之外 其實你在蔬菜的選擇上 你也可以選擇含蛋白質高的蔬菜 比如說像菇類 香菇裡面就非常的高 可是香菇是不是有一些些 特定的人其實是不太適合吃太多 因為香菇其實我們在講說 它富含多糖體提升免疫力 所以冬天其實很多人 都會用香菇去煮湯 或是香菇雞湯這些 對 成人的話 一般如果說有一些是那種 比較是痛風的患者 注意 痛風的患者 順哥不能吃香菇 高普林 對不對 高普林一吃就會痛起來 但是他比如說 它煮成像湯 然後熬很久的話 它裡面的湯頭普林就很高 所以他盡量就是在急性發作 其實正在痛的時候 那我們就建議不要 阿波應該沒有痛風吧 我沒有 沒有這個問題 真的喔 還健壯 讓我小BB都可以吃嗎 小BB可以吃 但是因為香菇它膳食纖維很高 所以吃的量也不用太多 就是你不要一餐給它很多香菇 這樣他可能會覺得膳食纖維太高 整躲給它吃 慢慢吃這樣子 好像小朋友對於香菇的接受度 都還算滿高的 但是小朋友 如果都能夠接受香菇的話 今天兩位要PK香菇料理 真的要拿出兩把刷子 不然小孩不買單 既然都已經喜歡了 對 既然都已經喜歡的話 所以其實就要更厲害的料理 他們才會 而且你知道 還是我們來想辦法做到很難吃 讓他們不喜歡香菇 不行啦 而且你知道嗎 這四位鬼很刁 他們認菜不認人 真的假的 而且他們超不給來賓面子的 拉票沒有用的 對 沒有 他們只要吃到不好吃 就整碗留在那邊 真的會有這樣的地方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今天兩位已經想了很久 要香菇PK 到底阿布你要端出什麼料理 是的 我的就是QQ肉南瓜起司塔 真的很低級耶 他用氣死了 你看一下小可依在搖頭 我跟妳講起司這種東西 單人出現 就會引起小朋友的尖叫 就跟看到香蕉哥哥是一樣的道理 是啊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不公平 你又本是把起司脫掉 我們就端單純比塔 沒有 你就單純比 那你也都紙米塔嗎 紙米塔 那就烤香菇是不是 你就單純用什麼香菇塔 南瓜 南瓜香菇塔就好啦 我跟你講 不要啦 不要這樣拿 有種就把起司拿掉 不是 我本來就已經是比較弱勢的 畢竟媽媽還是比較會煮 真的喔 你們喜歡吃起司嗎 起司很喜歡 有 還有比嗎 但你們喜歡吃南瓜嗎 喜歡 有人說不喜歡 有人說不喜歡 他不喜歡 沒有 沒有南瓜 馬上拿掉 沒有南瓜 他馬上說要把南瓜拿掉 這個見風轉舵 好 這一道雖然是滿賊的 但是呢 畢竟已經有三個小孩的小可 也不是省油的燈 小可要端出什麼料理 我要端出的是 登登 蝦肉釀鮮菇 蝦肉釀鮮菇 這感覺好像是我們在吃板得會出現的料理 對啊 這一片沉浸的 無辜上面放的 蝦子喔 蝦子 都不喜歡 好可愛喔 你喜歡蝦子嗎 為什麼你不喜歡蝦子呢 蝦斯麗好愛惜喔 沒有 我做一個投票 請問一下喜歡蝦子的請舉手 只有一半喔 只有兩位 你們兩個是不是因為爸爸跟媽媽 都不吃蝦子啊 是嗎 民調有百分之五十喔 民調有百分之五十 有五十喔 一半一半 所以我們裡面都有小朋友 不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是滿勢均力敵啦 無論如何說嘛 對 好 到底今天 三位小朋友的小可PK 算了算了 不要開始 什麼 不要開始 好可怕 要開始 到底今天是小可要PK 阿布的香菇料理誰會獲勝 趕快來進行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的 首先我們要歡迎小可 今天要幫我們做的料理就是 蝦肉鮮香菇 對 我派了兩位小幫手給妳 而且他們兩位是男女朋友喔 他都不能公開 不能公開對不對 不能公開這種事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好 好 各自還有交往的權利啦 好不好 對 經紀人在外面說不能講 不能公開 好好 男跟男女跟女 對 男跟男女跟女 不行 用男女男女好不好 好 POPO意思 在學校也是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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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事情在節目可以講嗎 阿姨也好想上幼稚園喔 妳媽媽不要不震驚啦 阿姨妳想上幼稚園 照顧這些小朋友很可愛啊 好 今天Roy跟Jasmine 就是妳的兩位小幫手 是 那妳們兩個等一下要幫小可阿姨 姐姐還是阿姨 小可姐姐 好 好啦 小可姐姐拿東西好不好 我要拿三樣東西很簡單 對 對 好 妳已經準備好了 好 那小可 我們先來看看有哪些食材 然後妳哪些要請小朋友幫忙的 好的 蝦肉 釀薑菇 有哪些食材 包括了有香菇 蝦肉 紅蘿蔔 蔥 太白粉 蛋 開水 雞粉 麻油 鹽跟糖 對 其實材料滿簡單的 很簡單 然後蛋它只要用蛋白就好了 只要用蛋白注意一下 然後雞粉可以看要不要加 因為有的時候會懷疑它單不單純 好 所以呢 對 等一下等一下 營養師 這個雞粉會有什麼問題嗎 它 它 雞粉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你的那個 已經用蝦肉 它其實就有鮮味 那一般會用雞粉 其實是要提高它食材裡面的鮮味 但是它裡面其實有很多的一些 像味精的東西在裡面 那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較容易敏感的 那可能會吃完之後 可能容易比如說 小朋友會咳嗽啦 或是流鼻涕 或者是甚至覺得 它會誘發一些氣喘 如果過量的話 或是皮膚癢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的料理 我們建議盡量不要添加一些雞粉 或是加工的 是 了解 所以雞粉的話 對於小朋友可能會比較敏感的 或者是說小朋友會過敏的 其實雞粉還是不要加 那你就不要加好了啦 就加鹽巴 因為當初我看到食譜上面是寫雞粉 但是就是 你當然食譜參考的是這樣 你還是要自己給小朋友 看他們的口味做調整 那我覺得這個到很好的地方 是因為有些小朋友真的不愛吃紅蘿蔔 所以媽媽就要在紅蘿蔔上面 下一些刀工 先把它剁得很細 還有蔥也是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蔥 像我姊姊到現在快40歲了 她看到就是湯麵裡面有蔥 她都會罵這一家說 下次不要再來了 這東西怎麼可以放在湯上 真的 有人真的很討厭 有些人就是很討厭這些辛香料 但我覺得辛香料如果處理得得意 乾淨的話其實是好的 好的 所以今天要麻煩小朋友囉 是 好 那妳要麻煩小朋友的部分 在這麼多食材部分 妳要請他們去拿什麼 而且重點是他們拿錯 妳不能換喔 妳沒有講這一盤 沒有講這一盤 我現在要加怎麼樣 怎樣 他們如果拿錯 那就是妳功課做不好 妳剛剛不是一直在跟他們溝通嗎 對 好啦 我就先讓他們拿拿看嘛 我相信他們了 因為這兩個算四個裡面比較大的 大寶寶的 有沒有 我派給妳比較好的兩位 對 所以我覺得拿錯的話 其實父母親應該會比較難過 對 還好 但我覺得今天的食材都很簡單 阿姨要麻煩妳幫我拿的是 不是姐姐喔 好 我有廉恥 阿姨要麻煩妳幫我拿的就是 一根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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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一根紅蘿蔔 兩根大香菇 YES 好 出發 錯 妳也是 妳也是啊 一起 香菇交給妳了 天啊 我覺得他們會拿什麼 菠菜 芹菜之類的回來 對 那個菠菜 那個阿伯妳可以避准嗎 對 拿一些香蕉過來好了 還有 蘋果 我們需要蘋果 一根 那妳給 妳給一下 下面下面那個綠色的 那個 那個 香菇 兩個 兩個 一人拿一個 對 一人挑一個 謝謝你們 好 推車車回來了 好 可以推車回來了 再一個就好了 謝謝 來囉 YA 有拿對嗎 來 你把那個籃子 籃子拿上來給 這看起來就是新婚夫妻 新婚夫妻 對耶 好煩喔 好 你們上來吧 好 來 這是你們幫我挑的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挑了什麼 是 一根紅蘿蔔 很漂亮 叮咚叮咚 香菇一朵 一朵 香菇第二朵 好 而且他已經幫你去掉蒂頭了 謝謝你幫我挑去蒂頭的 有沒有 然後 衝一根 他真的給一根 因為他一桌哪一根他都不給 全部正確 對啊 謝謝你 好厲害 詹姆好厲害 得意的小幫手 謝謝你 好 好 雖然剛剛阿布阿伯一直在旁邊亂指揮 對不對 好 酥酥 好 好 那你們接下來就要在旁邊看 然後呢 等一下那個小可阿姨在切東西的時候 都很危險 對喔 如果過去的話手會被切斷 所以 對 你知道小叮噹為什麼會變小叮噹嗎 對嘛 小叮噹的手就被切掉了 大小在做菜的時候 他手過來的啊 對 好囉 那小可接下來就要請你示範要怎麼做 現在我們就是一樣就把香菇的蒂頭先去掉 兩個都去掉了 然後就先放旁邊我們先備用 好 然後呢 紅蘿蔔一根很多 我是覺得就是可以 你們有時候煮湯 或者是有時候燉那個牛肉的時候 就稍微切一點點留下來就好了 對 我要手被切斷 不行啊 你不可以啊 手被切斷之後 你以後怎麼跟女生牽手 手有很多用處耶 你知道嗎 什麼 譬如說 我哥完全不能 那我要下去 你以後要問女朋友說 你願意嫁給我的時候 她說挨肚的時候 就是要伸出手指頭 你要套住它啊 阿姨講話你到底有沒有聽啊 對啊 我不要 是不是超開心 好 來 把紅蘿蔔 就紅蘿蔔稍微切 切成絲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我要切丁 你要切丁 對 所以就是稍微的切細一點點 好的 對 好 你這個給我好了 好 手手不要來喔 手手不要來喔 乖乖乖 刀齊手下 他們兩個手牽手耶 沒有沒有 他是要保護她手 這個是允許的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允許的是不是 看他們不要拭目相交給我 天啊 在談戀愛不得了 好 家長都在現場嘛 家長在現場 對 好 好 然後就是稍微切七一點點 好 切成丁 在這個上面其實 媽媽就是要小心一點點 自己的手 怎樣 怎樣 等一下 Rian 你怎麼了 你生氣喔 他就是很不喜歡吃 你生氣他們牽手嗎 太氣 太氣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了 你看你兄弟跟別人牽手 你不開心 為什麼 是不是 不可以喔 是喔 他還點頭耶 所以是三角鍊喔 是三角鍊 沒關係啊 好 來 切丁了 好 切丁了就可以 再稍微把它切細一點點 然後因為它還要去蒸 所以不用擔心說這個味道會不會跑 好的 會不會太生或之類的 好 現在切完紅蘿蔔了 我們就是要處理蔥 好 蔥 蔥也需要一點點 因為要點綴顏色 Jasmine 你的手再過去右邊一點點 沒關係 乖 阿姨很厲害 好 蔥就是一樣 就是切細細小小的對不對 對 切細細小小的 小可你的刀工也練過耶 因為 還算不錯耶 對 因為我還滿喜歡切菜的 我曾經就是切了菜之後 然後在全部都做好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的手就流血不止 真的喔 可是在做菜的時候都沒有發現 是 對 所以我自己在 我喜歡練刀 但是曾經也吃過很多苦頭 對啊 可是人家就說刀工是 做菜真的需要練習 真的很需要練習 然後就上去就是稍微的 那真的切得很不錯 對 稍微用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要生 先切蔬菜 然後再切肉類 所以這個很簡單 蝦子 我們就稍微的用菜刀 稍微的推一下 蛤 就是這樣那種 他們說噁心耶 沒有噁心 我跟你講 吃起來爆好吃的 妳知道 很多 不是蟲 哪有蟲 沒有蟲 哪裡有蟲 沒有黑色 沒有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你也這樣中 是沙 對 是沙 因為它在河裡面啊 河裡面都會有沙啊 對啊 有沒有聽過 愛情很像流沙啊 你在講什麼啦 我在講什麼啦 對 營養師想要問一下 今天小可這道料理 目前為止看起來 她用的食材 大概有什麼樣的營養成分 基本上她用的小朋友真的是 因為她用了這個紅蘿蔔的部分 然後她紅蘿蔔它其實屬於膳食纖維 算是比較中等的 所以我們也很怕小朋友 如果吃太高的膳食纖維 其實也會不舒服 對 所以我們今天用紅蘿蔔搭配香菇 然後最主要是 她現在正在剁著這個蝦的部分 那蝦子它是屬於低脂高蛋白的 對 就是它的脂肪很低 但是蛋白質含量很高 所以它很適合小朋友成長發育的時候需要 然後呢 我們如果說大人的話 其實也可以吃啦 這道菜不只小朋友 全家都可以吃 那有些人會擔心說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那事實上蝦子本身它在蝦肉的部分 它的膽固醇材料其實是 你知道它要吃三十幾 才會等於一顆蛋的膽固醇 對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那有些人會擔心說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那事實上蝦子本身它在蝦肉的部分 它的膽固醇材料其實是很低的 你知道它要吃三十幾隻 大概三十二隻的蝦子 才會等於一顆蛋的膽固醇 對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可是為什麼大家一直都說 蝦子膽固醇高是因為頭嗎 其實主要是在蝦卵跟它的蝦頭的部分 了解 所以如果你吃蝦子 不要吃它的蝦頭的話 它膽固醇其實很低 是 所以三十二隻炒蝦 才等於一顆蛋的膽固醇 對 不用太擔心 只要避開蝦卵跟蝦頭 其實是很OK的 其實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脂肪的量又低 好 等一下 小可你剛剛做了什麼動作 我加了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點的太白粉 你剛剛把蝦剁成泥之後 跟剛剛的食材和在一起 然後加了一點點鹽巴跟太白粉 然後再 你聞聞看 這個就是芝麻的味道 芝麻粉嗎 不是啦 芝麻油 好 芝麻油加一點點 好 然後呢 就是我們現在要把它甩 給我們鏡頭看一下 對 它就是會變成這樣像肉球 因為我預作的會比較多顆 現在只是先做兩顆的量 然後就是可能會稍微要這樣甩一下 把它那個 就是黏性甩出來 對 好 這個是Key point對不對 重點 我也不知道 我四歲的時候 我七歲的時候看我媽就每次在廚房 就是這樣甩肉 可是你知道小可這道料理都還拿去蒸 沒有拿去處理 它的 它非常非常的香 它的香味就出來 但小朋友其實看到這一趴都會害怕 因為 為什麼 兩個大惡魔都在裡面 所以當它的蝦味還沒有被蒸 它的蝦的甜度還沒有被蒸出來的時候 小朋友其實對這個東西會不習慣 可是 果然我已經不是 我已經不是小孩 因為我看妳這樣甩 我就好想吃 妳是大人 妳是大人 妳都已經大成這樣 妳怎麼會覺得妳是小孩 妳都大成這樣 妳怎麼還會稱呼自己是叫姐姐 而且妳是三個小孩的媽 妳到底要不要臉 姐姐 然後做完之後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整顆放到電鍋裡面 排在盤上面 然後放到電鍋 那我已經有預先做了四個 是 然後做四個之後呢 其實我剛剛有做這個 這個是 這是什麼東西 蛋白加上香菇水 然後就有一點點像是勾芡的湯 不是 可是妳香菇水哪裡來的 如果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新鮮香菇 所以沒有香菇水 那妳可以用香菇蒂 香菇蒂 對 去稍微去泡一下下 那它就不用用那個基本了 我聞一下這個味道 對 很鮮 然後我有加一點點的胡椒粉 它味道很香 對 而且是天然的味道 它就是湯 像玉米濃湯的湯的感覺 妳要不要喝一口 對 它不能 現在還不能喝 它可能要再加熱一下下 然後就可以淋上去了 是 我直接淋囉 好 好 這樣子就完成囉 這樣子就完成囉 對 大概蒸個20分鐘左右 是 對 就可以完成了 這道就是小可做的蝦肉釀香菇 完成 謝謝 好的 在小可的眼中 阿布是用頭吃飽 我竟然用起司要做這道 QQ肉南瓜起司塔 不要再抗議了 已經來不及了 抗議不公平 這是用心 這是懂小朋友 我真的會起司 這不是心機 我真的會起司 OK 而且 而且剛剛阿布已經端成品出來的時候 小可說 不要比了 是不是有 好香 你知道這邊一路過去 都是起司的味道 有沒有聞到香味 那這個QQ肉南瓜起司塔 又用什麼食材呢 來介紹一下 有香菇 我們今天的主角香菇 還有南瓜 帕瑪森起司 然後馬薩瑪拉起司 還有奶油乳酪 是 天啊 你用太多奶油 我今天用了三種起司 對啊 全部都是起司 但是放心 本土的 他怎麼用農瓜西蘭的變成 對啊 本土乳酪是什麼 全部 本土的乳酪是哪種乳酪 羊 奶吧 羊奶 你是奶吧 對 然後還有奶 奶油乳酪 然後豬後腿的絞肉 洋蔥 新鮮的巴西里葉 這真的是有備而來 全部都拿外國來 要跟我們PK就對了 本身這道料理 本來就是比較 國際的 國際的 不像剛剛有人做的一道 像中式版本料理這樣 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用一個 國際的料理來PK一下 對 但是你到底會不會贏 還不知道 因為你其中有一個 小小的關卡 你必須要度過 是你人生當中的關卡 好 你必須要請兩位小幫手 我們的Ryan跟Rachel 要來去幫你拿食材 你要請他們幫什麼忙 要拿什麼食材 拿錯就不能換 好 來 那Ryan跟Rachel 等一下你們幫我拿香菇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香菇你們知道嗎 這個很明顯 你們都知道嗎 香菇 拿兩朵香菇 兩個香菇 媽媽妳有看到在哪裡 南瓜 然後她在拿洋蔥 平常媽媽做料理常常會用的洋蔥 就是切一切會流眼淚那個 知道嗎 洋蔥 想到別的事才流眼淚 洋蔥 洋蔥 為什麼 好了 為什麼他們兩個都剛好是很 很木納的人 都很木納 他們兩個都很木納 我的命運就交給你們兩位了 好不好 好 加油 麻煩你們幫我拿 幫阿布叔叔 加油 來 兄弟 兄弟 加油 兄弟 好棒 加油 加油 香菇 小心 他們有在聽 有 他們有在聽 蘋果 南瓜 加油 好 可以了 好了 可以退回來了 好了 好棒 退回來 加油 很厲害 OK 它是直接抬回來 直接有扛的 也可以 你好Man 你好棒 好棒 回來吧 好 我們來Check一下 他們拿的東西對不對 Check 首先是洋蔥一顆 沒錯 再來是我們今天的主角香菇 還拿好大一朵 超大朵的 有沒有 然後南瓜一顆 而且其實 剛剛最木大的Rachel妹妹 她其實在旁邊都一直在看 好像也沒在聽 但全部都她拿的 是嗎 然後Ryan是拿了一朵香菇 也拿對了 但是Rachel是 點點吃沙瓦公 她就是屬於那種 以後長大之後 會跟同學講說 我都沒有念 我昨天都沒有看 然後隔天就考一百分 沒有 隔天就考一百分 而且她動作最快 表示她很聰明 對不對 有記者對不對 雖然不多話 但是都有記住 好 來囉 是的 沒錯 那這道料理 到底要怎麼做呢 是的 好 我們先把這個香菇處理一下 香菇拿來之後 把這個蒂頭給直接去掉 是 如果 如果你想要讓裡面空間多一點的話 對 我是可以建議拿個湯匙 把裡面刮一刮 像這樣刮一刮 它的這個就已經掉了有沒有 是 就把它蒂頭去掉就對了 對 稍微去掉一點點 其實也是一個做法 是 那營養師今天阿布使用的 這個食材當中 有沒有哪裡你覺得看不慣 或是你覺得起司太多 不公平的 還有有沒有哪些營養成分 其實它這一道啊 我先說好的好的 好 就是說它本身因為 你先說好的好的 什麼意思 你話中有話 對 我先說好的好的 不然我怕 因為它現在在動刀你知道 對 可是它刀子放下的時候 我們再來說壞的 然後它現在 因為它今天用了很好消化的 那個南瓜 對 然後因為它南瓜 其實我看它準備的南瓜 是連那個肉帶所謂的皮 你看一下它的南瓜 那這個很聰明 對 因為它的南瓜其實是用皮 對 要用皮的部分 皮帶肉一起下去 對 因為它主要的營養價值 膳食纖維都在皮上面 但是它裡面有個護眼的 β胡蘿蔔素 其實它在那個肉裡面 是 所以它是有用到的 那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其實除了護眼之外呢 因為維生素A其實 有發現就是對那個皮膚 會癢的小朋友 其實是有幫助的 了解 皮膚比較不容易燒癢 然後比較保濕 然後另外它用那個香菇 其實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那香菇其實它是 我們在講說 它是提升免疫力有多糖體的 但是它今天有一個問題就是 問題 來囉 叮咚叮咚 有什麼問題 對 它今天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用了太多的起司 然後起司它沒有選擇的是 它選的都是鹽分比較高一點的 對 那小朋友 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小 所以相對的話 可能在選擇起司上面 你可以選擇一些比較低鹽的 那不一定要低脂 因為小朋友嘛 但是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都瘦瘦的 但是如果是 真的是所謂的鹽分太高 其實小朋友 鈉含量過高 會造成鈣質的流失 所以如果鈉含量過高 造成鈣質的流失 也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鈣質無法吸收 就長不高了 對 沒錯 所以你怎麼可以 後面那一槍是你補的 對 不是 我只是一個推論而已 沒錯 所以阿婆叔叔怎麼可以 因為想要賄賂小孩 希望小孩喜歡他的料理 就加了這麼多高含量 鈉含量這麼高的 然後讓小朋友這樣 不會跟你長得一樣高呢 營養師有他非常棒的考量 對 然後你的考量是 我也不可能疏忽這件事 所以這些東西 我不可能全部都用 所以在比例上我會拿捏 真的 比如說一開始 我們準備好了洋蔥之後 先講啦 先講 都不會放了 我剛才很開心的一下 我不是不會放 是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準備 你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準備調味料 真的耶 真的 對 其實一開始 洋蔥在炒這個豬肉的時候 豬腳肉 我選後腿肉 它有一點油脂在 然後用它的油脂去爆這個洋蔥 讓它爆得軟軟的 當然也有大人的吃法 因為大人的吃法 我是放生洋蔥的 會有一點咬勁 但是小朋友如果不喜歡吃洋蔥的 我怕他會不喜歡 就是先炒過 那這裡面我只用一點點的 黑胡椒調味 我沒有加鹽巴 畫面上有證明 有 對 然後接下來洋蔥切好了之後 我們把這個 還有南瓜 南瓜其實我們就是挑選 比較甜的或是喜歡哪一種 南瓜都可以 我也先把它蒸過了 而且重點是營養師有 歐漏你 他說你是用帶皮去蒸的 是的 然後因為這樣子 我在處理料理的時候 我沒有用任何鹽巴 然後比例上 我雖然會用起司 但是其實南瓜的成分是滿多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 攪和一下這個內餡 把南瓜放進去 把南瓜放到那個 絞肉跟洋蔥炒過的地方 然後把它放進去 對 好的 那接下來呢 OK 我們開始放 你注意你的比例 是 當然 其實OK 這個算多嗎 我不知道 其實不多 真的 因為它的鹽分 它是有 它的盒子上面都有寫 寫它的有鹽分 對 你看一下營養師的臉 他覺得這個多不多 如果以這個比例上來講 應該還好吧 他要做幾朵 大概如果是四 五朵 應該還好 沒有 他這個只有做一朵的量 沒有 我現在做的比較多 因為還要 對 我是怕我做得太好吃 你們待會兒 還有其他人 OK 好啦 所以你看 我們稍微把這個南瓜 蒸過之後 它其實已經軟了 對 變很軟 你在倒它的過程當中 其實跟肉混在一起 對 它其實就已經散開了 是 然後呢 OK 來 好 你要讓 你要讓小朋友試試看嗎 好 那Rachel 你幫阿布叔叔攪拌一下好不好 你幫我把這個起司有沒有 比較大塊的地方把它剝開 然後把它跟南瓜 還有裡面的肉攪一攪 然後可以大力一點 把它拌出來也沒關係 攪一攪 還是Rion力氣比較大 在地上不行 很小孩子 Rion想表現 我教你 你這樣子喔 對 對 這一點我真的完全輸小可 我完全帶不起小孩 你看他已經坐在他腿上了 對 我跟你講帶孩子 就只有秉持的一件事情就是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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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孩子就只有品質的一件事情 就是拋開羞恥心 不是 帶孩子就是要很囉嗦 OK嗎 可以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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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自己來 好的 稍微拌好了之後呢 來 我們把這個餡 放到我們的香菇燒 其實很簡單耶 其實真的很簡單 在家裡做很簡單 前置作業做好 而且可以有型紙的 對 跟他學人家 我跟妳說 其實不一樣 一般 我還要 我必須要說一點 我不得不說 剛剛Jasmine點那個突破盲場 是 她說妳跟小可做一樣 妳到目前為止都是弄一弄 然後直接填上去就這樣子 妳哪裡不一樣 各位 妳就是最後再弄上起司 再把它蓋起來而已 但是 用心都在細節裡 妳知道嗎 對 妳是說要不用吃 妳知道我剛剛 跟小可有不一樣的步驟嗎 有 哪裡有不一樣的步驟 妳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塗太白粉 因為一般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推崇 不要吃太白粉 不是 重點是 這位先生 Mister 因為你這個有黏黏的 你當然不用塗太白粉 也不是 它其實還是會有分開的風險 對 但是我們的食材 就是不要太多調味料 還有一些粉 好 自在人心 然後這樣子好了之後 接下來 我們就開始放我們的起司粉 好 又要起司粉 因為我們要焗烤 所以我們就把它混合一點點 不一樣的起司 把它放上去 OK 把它放在上面 OK 待會兒進去烤箱烤一烤 這個大概是180度左右的溫度 然後烤大概15到20分鐘左右 其實就完成了 是 那我們烤出來的料理 就變成這樣子了 這就是完成的成品 是 對 所以 如何 我覺得 如何 你贏定了 真的嗎 光這個香味 而且連營養師都一直點頭 對 小朋友都受不了了 其實如果是我自己是媽媽 我就不會進到我剛才那家餐廳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真的就是愛起司 而且再怎麼樣 起司就是有很大的營養來源 對 但是我想要問營養師是說 如果真的要比較的話 到底小朋友起司的量 能夠吃多少 對他們的健康才是安全的 對 如果是起司的話 尤其剛剛都一條一絲一絲的 我們建議就是以一天來講 大概一湯匙就可以了 這個 對 其實一湯匙就好了 就一般我們喝湯的那種湯匙 只有一湯匙就可以了 然後選擇的是低鹽低脂的 當然 所以像如果阿布用三種起司 然後又弄那麼多的話 其實 不多 它就是三種把它混合成一湯匙 真的不多 其實那一湯匙這樣混在一起 OK的 雖然營養師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看很多健康節目 都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是要減肥的男女 你起司盡量不要碰 因為畢竟它的熱量比較高一點 那小朋友是不怕熱量跟油脂的問題 主要是納含量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還是要注意 不能讓小孩子 就是無限制的一直吃起司 當然 好的 那接下來阿布的也完成了 完成 小可跟阿布的PK 到底誰會獲勝 待會兒四位小小美食家 就要登場囉 好的 接下來就輪到我們 小小美食家的試吃時間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開始我們先吃 比較緊張 不然先吃小可阿姨 有人很緊張 你怎麼了 就讓他們吃吧 你們錄你們我 你幹嘛先叫計程車 呈現一個那個名話吶喊的那個臉 真的 真的 好 那我們先吃小可阿姨的好不好 先吃這個好不好 有蝦子的 那這個我先湊麵吃 謝謝 好 我問你喔 Jasmine小可阿姨 剛剛是不是對你很好 你是不是有爬到她身上 怕什麼 對你很好怕什麼 所以你是不是要給她一點面子 大日啊 忘記了 忘記了 完完就忘記了 果然是 辣椒半天都沒有用 好的 所以現在 你可以看到那個Ryan 他是把香菇 還有蝦肉分開吃 為什麼 而且重點是他先吃了香菇 因為他不喜歡吃蝦子 所以他覺得其實你蒸香菇 給他吃就好了 不用那些蝦子 真的喔 對 你會姊姊問你吃這個好不好 他摸不好 他不要 真的嗎 為什麼 怎麼了 我喜歡 他其實 他其實 他其實是一隻屬雞的蝦 所以他本身是沒有蝦子的味道 不要再騙小孩了 他沒有蝦子的味道 我們吃一杯吧 你吃什麼 真的 一點點都蝦子都沒有味道 他真的吃不小口 因為你 應該可以吧 好吃啦 好了 可以吃一杯 他像肉肉的味道一樣 他吃了 他像肉肉的味道 甜甜的肉肉 你把它都吃完 然後一杯姐姐 你可以親一杯姐一下 好不好 你不吃完 阿姨要親你 我吃了 他吃完了 好 那你親我一下 蝦子黏在臉上 這樣不再公平 到底是為了親你吃嗎 不好吃嗎 總可以 他在幫你 不管怎麼樣都是在幫你 謝謝 我在幫你 我怕你會兵敗如山倒 吃完全部親 不用 好 好 其他全部都吃完了 我要吃完了 Jasmine吃完了 你覺得 咋就吃完了 咋就吃完了 你覺得好不好吃啊 好 吃我忍不住 謝謝你 我忍不住想要吃耶 對不對 好 Roy也很棒對不對 Roy你幫儀佩姐姐 把那個蝦子吃掉好不好 我還有 你還有對不對 嘴巴還有 嘴巴還有 我看不下去 蛤 嘴巴 嘴巴還有還吞不下去 對 好 你就是屬於嘴巴小的那種 沒關係 還是你要吃完親我一下 要不要 還是你吃完請你女朋友一下 不要 不要 不好意思啦 好 那Rachel呢 Rachel覺得好不好吃呢 好吃 好吃喔 好 她吃得好文雅喔 她吃得好文雅喔 Rachel 她就是小公主啊 小公主耶 好囉 你知道Jasmine已經迫不及待 開始吃阿布的了 對耶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吃阿布叔叔的囉 好不好 焗烤的喔 起司喔 有起司喔 這到底什麼樣 還沒吃完 還沒吃完沒關係 慢慢吃 卻不吃你 卻不吃我上半身 但她吃你的上半身 怎麼會這樣 怎麼聽起來有點A啊 因為你看啊 你又覺得還吃香菇 她也不吃香菇耶 我跟你講你一起吃下去更好吃 真的相信我 吃吃看 好啦 我餵她吃好了 你吃吃看 你不要吃這個喔 為什麼 她剛剛你剛才吃阿姨的 然後她學了我不用餵她 她可以自己吃 她可以自己吃 她可以啦 她很棒啊 Rain超棒的 好 漂亮啦 不過營養師先來預測看看好了 到底是小可的料理 跟阿布的料理 哪一道料理 比較能夠擄獲小朋友的心 我覺得小可是做的 可能是成人喜歡的口味 對 但是因為阿布實在是 用了太多的起司 我覺得小孩子應該會很愛 是 所以小朋友基本上 他就是吃起司 所以他應該會選擇 應該是阿布會為勝 是 我預測啦 但是我覺得 剛剛小朋友在吃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小可有可能 能夠反敗為勝 因為最後他們都有完食的 其實是你的耶 因為其實起司留下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然後香菇反而留下來對不對 對啊 那個起司整個吃掉 但是香菇是留下來 好的 奇怪 好 現在我們要投票 冷靜… 四位評審冷靜 請冷靜 好…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投囉 首先 Ryan先出場 出發 好的 到了我們的投票時間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投囉 首先 Ryan先出場 出發 你要投給誰呢 投給誰… 投給誰呢 什麼 他投… 他到底是不知道他投的是誰啊 好 來 Ryan先放 等一下 接下來 剛才有在現場的人 Ryan 都會對於這一段很驚訝 你投的是有起司的那個嗎 沒有 不是 我跟你講 小朋友就心裡 心態就順行萬變 是女生的 對 好… 好 換妳投 Jasmine 阿布叔叔做的是 有起司的那個 有起司的那個你知道嗎 好囉 那第二棒要投票 出發 SA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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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壞落小孩 不要壞落小孩 好 第三棒 Roy來 Roy來 Roy 一片姐姐跟你講 左邊那個是小可阿姨做的 然後右邊是有起司的 有起司的是阿布叔叔做的 好 你這樣知道了 你應該知道要投誰 你不要 不要賄落小孩 這是用偷課吧 不要偷課 預備 開始 小可 我覺得你很不公平 你從頭到尾就一直在 跟小孩玩 跟賄賂小孩啊 錄影前就在跟小孩 錄影前就在賄賂小孩啊 好 最後一棒 Rachel 一片姐姐跟你說 你剛剛是不是有吃那個起司 你也覺得很好吃 那你們不要受別人的影響 好嗎 你投你自己心裡 你覺得好吃的 最好吃的 不要受別人影響 跟別人做不一樣的事情 沒關係 好不好 好吃的 很好吃的 好 那出發 找到真愛了 我想要好好謝謝她 等一下 Rachel 你跟阿布叔叔 給我一塊 擁抱一下 快點 擁抱一下 快點 擊掌 抱抱 好不好 Yeah 謝謝你 因為我其實很害怕小朋友說 就是會有同儕壓力你知道嗎 就是跟大家同一樣的 對不對 好... 等一下... 安靜 這三位又不是你們做的 你們贏了 好像是 不是你們做的 是你們投票 感覺我又瞬間有三個孩子的感覺 最後是不是請營養師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像小可這一道料理啊 因為它基本上它還滿清爽的 而且它是用優質的蛋白質 那如果是正餐的話 我會建議是用小可這一道 但是如果是點心的話呢 因為我們建議點心的量要少 不要太多 不要多於正餐 那剛好可以適合這一道起司 因為點心的時候其實 我們起司歸在那個 六大類食物裡面 它屬於乳製品 所以這個可以放在小朋友裡面 如果是下課之後 這是可以吃的 不過呢 我其實真的滿開心 雖然小可一直覺得自己會輸 但最後還是以3比1 翻盤 所以今天我們的明星星子料理PK賽 小可獲勝 謝謝... 謝謝評審們 好 那每個禮拜一跟禮拜五 晚間8點之後 也要繼續收看我們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